烘焙伙伴 Kate今天想玩什么 我不知道 去盒子里看看吧 Kate你看 有围裙 还有烘焙帽 是烘焙师傅 对 我们可以帮松鼠公主烤生日蛋糕 走吧喵咪们 Let's go Kate和Kate前往王家厨房 他们带着高兴的心情 要为松鼠公主做个最好吃的生日蛋糕 好 我们开始吧 皇家食谱在哪里呢 谢谢皇家小帮手 Kate来 我们看看哪个蛋糕最好吃 香蕉皮蛋糕 不行 太难呀 树莓颠倒蛋糕 太脆了 这个怎么样 柠檬鸭蛋糕 对不起 有了 金奇巷子千层蛋糕 公主一定会喜欢 要怎么做呢 这里有写 首先 我们要找齐材料 等一下就解决了 好 在碗里放三杯面粉 收到 一 二 三 好极了 再来 加入一杯牛奶 我来 我超爱牛奶 我也爱牛奶 再来 两杯糖 还有两匙盐 好 两杯盐 不对 我是说两匙盐 放太多了啦 哎呀 别担心 那就多加点糖 完美 再来两杯坚果 坚果 要不然改方语 好主意 好了 皇家小帮手 考十分钟 卡特和卡特等着蛋糕完成 等得好心急哦 耶 考好了 呦呼 我敢保证公主 一定没看过这种蛋糕 可是考出来的蛋糕 跟他们想的不太一样 这不是蛋糕 是石头吧 嗯 说不定很好吃呢 呦 糟糕 我们毁了公主的身影 这时出现了一位神秘的陌生人 怎么了 小猫咪 我们想做一个蛋糕送给公主 结果做得很糟糕 奇怪 食谱上面没有写鱼啊 是我们想出来的 你们想出来的 既然你们要做这种蛋糕 为什么不照食谱做呢 因为照自己的意思做很开心 可是现在你们看来不太开心哦 当然不开心 我们把蛋糕毁了 也毁了公主的身影 我想我懂了 照着食谱做 可能不是每次都很好玩 但是能够做成满意的蛋糕 就会更开心 听起来你们应该会很成功 谢谢妈咪 嘿 你们怎么知道 Kate 我们再重做一次 好 这次我们要完全照去食谱做 我懂了 我们回去咯 Kate和Kate回来重新烤了一个蛋糕 不过这一次 一杯牛奶就一杯 他们完全照食谱做 只要两匙盐 蛋糕可好食 好漂亮哦 插上蜡烛 一 二 三 四 皇家公主家到 那是我的蛋糕吗 是的 公主殿下希望你喜欢 喜欢 我超爱的 今天会是我最棒的生日派对 一起来吧 真的吗 我要参加 甜蜜的友谊就这么开始了 小猫咪快递 今天想玩什么 我不知道 去盒子里看看吧 你看 油拆帽子 我们要当油拆 不管下雨下雪坏天气 小猫咪快递一定送的 走吧 喵咪们 Let's go Kate和Kate从魔法盒跳出来 要去邮局进行他们的第一个任务 请问有什么事吗 我们想当油拆 那你们要通过油拆考试 请到这个地址拿包裹 并在太阳下山前把包裹带回来 开那辆迷路车 祝你们顺利 没问题 这很简单 我负责驾车 你负责拿包裹 好呀 我们去晃塞小屋 拿到红色的包裹 收到 炸 哇 Kate和Kate驾着迷路车 来到了地图上的黄色小屋 到了 Kate 这个上面写说 要转动油桶上面的把手 Kate Kate接住 Kate 你为什么不接 又不是我的工作 我是司机 你还是可以帮忙啊 Kate 快点上来 开始下雪了 不管下雨下雪坏天气 小猫咪快递一定送到 我们走吧 驾 Kate 邮局就在前面 我们快要到了 Kate和Kate往邮局前进 奇怪 速度怎么一直变慢 喂 怎么回事 Kate 麋鹿在雪地上走得很辛苦 我们下车帮忙 真是伯儿切 那不是我的工作 麋鹿 用力拉 一直拼命地拉车 我真的好累啊 今天下班了 晚安 怎么这样 我们不能当有差了 这时出现了一位神秘的陌生人 怎么了 小猫咪 先是包裹掉进水里 然后是麋鹿睡着 我们的邮差考试失败了 包裹怎么会掉进水里 包裹从Kate头上飞过去 你有没有试着接住包裹呢 没有 那是她的工作 那麋鹿为什么睡着了 因为她在雪地上拉车太累了 那你有没有下车帮忙推呢 没有那是她的工作 现在你们两个的工作 都不能做了 呃 对耶 哦 我懂了 一起工作就是要互相帮忙 就算不是你的工作 谢谢妈咪 你怎么知道 哈咪 我们再重来一遍 这一次我会帮你 Kate 我也会帮你 我懂了 我们回去咯 Kate和Kate重新参加邮差考试 这一次 Kate需要帮忙的时候 Kate 接住 接住了 Kate 切了 高兴帮上忙 这一次车子在雪地上动不了时 等我一下 我来帮你 谢谢 应该的 我很愿意 Kate 邮局就在前面 抓紧咯 不管下雨下雪化天气 小猫咪快递一定送到 恭喜你们 通过考试 我们是正式的邮差了吗 没错 拿着 这是什么 打开吧 哇 我们的邮差包包 Kate和Kate正式成为邮差了 无论在什么地方 他们都愿意服务 丛林历险记 Kate 今天想玩什么 去盒子里看看吧 你看 探险梦 还有相机 我们去丛林探险吧 我们可以帮斑点球鞋猴 拍第一张照片 好呀 走吧 喵咪们 Let's go Kate和Kate两个人很着急 想快点去丛林拍斑点球鞋猴 丛林要往哪个方向呢 那边 你们必须品都带齐了吗 必须品 是啊 你们会经过沼泽需要防虫药 预防被草割伤的登山靴 还有天黑用的手电筒 都在那边 谢谢 你有看到防虫药吗 没有 你有看到登山靴吗 没有 我看算了吧 对 我们有相机 不需要其他的东西 Kate和Kate跑进丛林里 半点球鞋猴到底在哪里呢 在那里 我们真是幸运 来 关在他后面 忽然间 Kate和Kate两个人遭遇了第一个难关 啊 叮人呗 别叮了 如果要防虫药就好了 他跑去哪里了 他往那边跑了 快追 Kate和Kate终于逃离冰人文了 他在那里 快 跟上去 这时 他们一不小心 又陷入了第二个难关 啊 有刺的茶 哦 哦 哦 好痛啊 哦 被他跑掉了 都怪我们没穿登山靴 跑掉了 我们再也拍不到他了 这时出现了一位神秘的陌生人 哈喽 探险家们 怎么了 我们刚才想拍斑点球鞋猴 但是他跑掉了 怎么会让他跑掉了呢 因为我们先遇到了丁人文 后来又被草刺伤了脚 小猫咪要去丛林 要有防虫药 还好鞋子 我们知道 可是找药跟鞋子要好久哦 而且我们不想要错过机会 可是你们拍到了吗 都没机会啊 等一下 我懂了 如果出发前可以花时间做好准备 这样到时才会做什么都很顺利 谢谢爸爸 你怎么知道 看 我们筹来一遍 好 这次要做好准备才出发 我懂了 我们回去咯 Kate和Kate重新前往丛林探险 不过这一次 我找到防虫药了 灯山石在这里 手电筒也有了 灯箭背好了 还没有 要涂防虫药 哦 好 对 Kate和Kate进入沼泽区 而当丁人文出现 想叮他们的时候 上灯呗 这次我们有备人来 防虫药 它在那里 快点 当遇到有刺的草时 看 再快点 有穿鞋子就没问题 那只猴子到底在哪里 看 球鞋脚印 它在里面 可是里面好爱哦 没问题 我们有手电筒 对呀 打开手电筒 你们干嘛跟踪我 我们只是想拍你 可以吗 可以啊 这张给你 我从来没看过我的照片 我可以拍你们吗 当然可以 Kate和Kate跟新朋友拍照 今天玩得真是开心 魔法咒语 Kate 今天想玩什么 我不知道 去盒子里看看吧 Kate 你看 高帽子 还有斗篷 我们是魔术星 对 我们是霍克斯 波克斯之星 走吧 喵咪们 Let's go Kate和Kate跳出魔法盒 跑到会场入口 想进去表演魔术 哇哦 你看 都是大明星 哦 他们真的很优秀 我们更优秀 我们去让大家眼睛一亮 门锁着 开门 我们是来表演的 哈喽 什么事啊 我们是大魔术师 快点开门 让我们进去表演魔术 只要一点点魔术 就可以打开这扇门哦 这还不简单 我们会的魔术那么多 看好咯 我要让这个甜甜圈消失 注意了 登咯 很精彩小朋友 但是我在等的 不是这种魔术 哦 刚才我变得也很好啊 嗯 说不定他想要我们一起变魔术 对 没错 哦 又是你们啊 小心 惊喜要出现了 起来小猫咪 起来吧 很精彩小朋友 但是我在等的不是这种魔术 哦 哼 没错 KID和KID想不通 警卫在等的是哪一种魔术呢 我想到了 魔术亮粉 对 一定没错 芝麻开门 我们之前怎么没想到 大家要去哪里 结束了 小朋友 你们错过了 结束了 这不公平 我们明明穿着魔术师的衣服 还表演了几个很厉害的魔术 他还是不愿意把门打开 我们错过表演了 这时出现了一位神秘的陌生人 小猫咪怎么不开心呢 警卫不让我们进去表演魔术 为什么 不知道 她说只需要一点点魔术就可以了 我们都已经表演最厉害的魔术了 还使用了魔术料粉 也许有其他种类的魔术呢 有啊 Kid 我们怎么忘了呢 是咒语 你是说霍克斯伯克斯 不是啦 阿布拉卡的布拉 不是 傻赞 阿拉卡布洛伊 不是 Kid 我开玩笑的 我知道 请跟谢谢 是所有咒语中最厉害的 没错 谢谢妈咪 你怎么知道 Kid 我们再重来一遍 好 这一次我们要使用正确的魔术把门打开 我懂了 我们回去咒 Kid和Kid重新开始魔术冒险 这一次他们来到入口时 哈喽 什么事啊 我们是大魔术师 我们想进去 想要上台表演魔术 可以请你帮我们开门吗 请帮忙 Kid 呃 不好意思 我们过不去 Kid 要念那个正语 谢谢你帮我们开门 两位不用客气 肯定要快一点啊 你们是下一组 现在 紧张的时刻来咯 拜托 要成功 到了 谢谢 谢谢 Kid和Kid使用正确的咒语把门打开 终于成功表演真正的魔术 超级派对整人王 Kid 今天想玩什么 去盒子里看看吧 Kid 你看 派对吗 我们去派对乐园 天天开派对 一定很好玩 走吧 喵咪们 Let's go Kid和Kid开开心心前往派对乐园 到的时候 发现乐园跟他们想的不一样 这是派对乐园 你看 哇 欢迎 我是派对乐园的派对精灵 现在要选出今天的特别小猫 啊 是我 超级棒 今天是你的特别日子 开派对咯 哇 我好喜欢 是给我的吗 谢谢 当然 你是派对公主 哎 那我的呢 你可以在妹妹的特别日好好玩 啊 好了 许愿吹蜡烛吧 我想要蛋糕 我想要赛车 Kid 不公平 今天是我的特别夜 哎 怎么回事啊 不好意思啊 对你无效 今天是派对公主日 今天是派对公主日 Kid 你来吧 我想要音乐 我想要音乐 哇 现在请你上来吧 Kid 欢呼 Kid 好棒 她好棒 好棒 好棒 Kid 好棒 Kid 好棒 他好棒 好棒 好棒 Kid 好棒 Kid 好棒 Kid 好棒 真讨厌 Kid别生气 接下来你一定会喜欢的 好漂亮哦 像闪亮星星挥动魔法棒 点中的话会出现很棒的惊喜哦 想得美 Kid你放手 不要 我没有 你也不准哦 你破坏了派对 拜拜 不要 这时出现了一位神秘的陌生人 怎么了小猫咪 我们来派对乐园想好好玩 结果被Kid破坏了 为什么你要破坏 因为特别的东西全都是给Kid的 我都没有 你想想 你也有在某天收过特别的东西吗 有 我的生日 大家玩得开心吗 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那每个人都拿到了跟你一样特别的东西吗 没有 只有我拿到特别的东西 等一下 我懂了 在别人的特别日子帮助这个人 就是帮大家完成开心的一天 谢谢妈咪 嘿 你怎么知道 Kid我们再重来一遍 这一次我一定要让你过个特别不同的一天 我懂了 我们回去咯 Kid和Kid重新前往派对乐园玩 这一次蛋糕推出来时 Kid来许愿吹蜡烛吧 今天是你的特别日 耶 音乐伴奏的时候 Kid开始咯 我看哗哭 Kid好棒 它好棒 好棒 好棒 我看哗哭 Kid好棒 要点星星的时候 Kid 挥动魔法吧 我碰不到 Kid 让你来吧 当然好啊 等一下 我有更好的主意 来吧 今天是你的特别日 太好玩了 Kid谢谢你 给了Kid帮忙 Kid度过它特别的一天 每个人都好开心哦